全新款的别克安克奇 它的艾维亚版本的车型也就是顶配车型 我们在车展现场看到这款车型 一起来看一下 这台车车长超过5米 而且是6座的配置 整个外观造型也是非常的大气 比奥迪QG还帅 两侧大凳分体式的造型 而且加入了高亮色的多幅铝合金轮毂 并且配置21英寸的大轮胎 同时也是加入了艾维亚的标识 造型也非常漂亮 它的后视镜也加入电动调节 以及加热等配置 就连车门上的软质材料也提升了很多 要比普通版本的车型显得更加具有厚重感 而且座椅也是采用真皮材质座椅 包裹性比较强 座椅也是加入电动调节 腰部支撑调节等配置 整个中控台 颜色上的搭配就彰显了顶配车型应该有的豪华质感 三幅式的多功能方向盘加入了皮质包裹 并且支持四项调节 出口液晶屏 蓝牙车载电话 手机互联等配置都是具备 而且加入木纹装饰 提升这台车的整体档次性 后排座椅是采用了独立座舱的设计 也是拥有着非常出色的质感 副驾驶位也加入了老板件的设计 温度飞驱控制 以及后座出风口 充电接口都有配置 最后一排它的质感还是比较好的 头部空间比较充足 也加入了电动天窗 以及后排头部掏空处理 这台车车长4981毫米 轴距2863毫米 同时也是拥有着2吨重的车身自重 毕竟是一款顶配的车型 要比普通盘品的车型更重一些 尾灯它是采用镀鸽一体化设计 也是加入LED光源 双边共两出排挤管 较为具有层次感的车身尾部 在底盘悬架方面 它是44驱车型 麦弗逊式独立悬架 五连杆独立悬架 在动力性能方面 它是加入了可变气门管理技术的2.0T涡轮增压发动机 九挡自动变速箱 237匹马力 36万的售价